YouTube跟Bilibili YouTube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已经很成熟的视频网 网站已经改变了整个人对看视频的要求 基本上开始在很多年前YouTube就可以慢慢赚钱 前上个月YouTube改变了它广告计划 而今天Bilibili就是国内一个很大型的新奇的 也是视频的网站就类似中国的YouTube Bilibili也在二月的时候会推广它所谓的赚钱计划 换句话说就这两个网站你可以利用你所拍的视频 赚取可能是一丁点很少的一些费用 是真实的钱你可以去花的 虽然还有很多转换的因素 还有很多隐藏的细节在里面 这个视频就不多说 但是这两个网站就使我想到今天的主题 就拍摄视频跟钱的关系 之前我做了一个视频讲摄影跟钱的关系 很多人很有兴趣 然后这个就是第二个主题 或者由B站跟Y站 BY两站看钱跟拍摄视频的关系 很久很久以前当你要拍摄一个视频 或者是你需要个团队 你要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拍摄视频 然后再邀请人家来到你所建立的视频当中去看 或者是在迟一点就当有电视台产生的时候 就视频可以通过网络 不是网络 是空中的无线电传播黑白或者彩色 到另外一端去观看的时候 视频你就可以直接先录制好 然后由政府或者是由私人或者是等等 反正无论是你哪个国家 不知道你在哪个国家 你需要有个电视台的执照 去把你所拍摄的视频这样子传播出去 这样子的视频可以是电视台 本身用资金资助去拍摄 这个资金当然是讲的是很大 团队也很多 所以当拍摄回来的时候 无论从剪接分享到内容 电视台都有它审核的标准 甚至标准可以去到政府 去到其他审核标准当中 通过了以后 你才能够把你的视频播给大众 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你拍的是冬天 当你播出的时候 可能是下一年的冬天 就是一年之后 所以这样子在这传统当中 十年前电视台还是传播视频的 一个主要的媒体或者频道 所以媒体就是传播 所以当你看的时候 视频的传播在十年前 靠的就是电视 但在今天的时候 你会发现另外一群人开始兴起的 就是网络视频 而现在你所看的这个视频 也是网络视频 所以当我有个想法去拍摄 去录制 去分享 这个不过是24小时不到的时间 但是可能你看的时候 已经在我排期可能是两三天之后的 所以这样子看到这个网络的兴起 的确推动了另外一群人在制作 在通过视频的制作成本降低的同时 所以你所拍摄的视频可以传播的更快 更远 但是成本却更低 所以质量的审核 或者就基本上没有人审核 我爱怎么拍就怎么拍 最多就是没有人看 所以这样子的话 当我 我应该是在我开始这Vblog拍摄视频 这六月 2017年六月到现在 我开始了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到今天为止的时候 我的YouTube channel也有三百多个视频 然后同时也开始了B站 所以当我视频是中文为主的时候 我B站的速度的确是让我有点吃惊 变成了现在应该是四千多个订阅者 我的YouTube还是差不多三百多个订阅者 我的优酷 优酷不要理他了 优酷这个就我只是随便上网一下 所以主要今天讲的就是B站跟Y站 所以这两个订阅者的时候 你会发现视频会开始会有人看 所以当你有内容的时候去传播的时候 就有人有兴趣去订阅 然后不管你讲的多么垃圾 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 我自己讲的也是不是太好 不是太满意 但当我慢慢去做 去视频 去分享我的原创 我的想法的时候 会有那么一些人受到启发 而就开始去订阅 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讲的别的地方未必能看得到 或者是他所讲的一些东西 对我的生活 或者对我的学习 对我的态度 会有一些的帮助 这样子视频当中 就会产生有很多人 根据自己的兴趣 去订阅的网络视频 而有不同兴趣 越来覆盖面 越来越广的时候 这样子制作视频的人 或者就你不需要 专门要做很远的地方旅游视频 不要去北极去拍摄 就是你自己在家 或者是在其他地方 你都可以慢慢建立你的视频 然后我就想到 这样子视频 能不能成为一个养家糊口 赚钱的一个方法呢 所以在 YouTube产生这个版门 以前YouTube赚钱 是你只要有 应该是40万个流量 流量 流量 就你不需要1000个订阅者 你就可以把你的视频 放广告费 这样去赚取了 现在他的门槛 已经由这个低的门槛 升到更高的一个门槛 就是你要1000个订阅者 或者是你需要40个小时的流量 流量就 对流量 那这样很多人就说 哇那我的视频 不是不能够赚钱了吗 所以这样子很多人 第一想法都会有这想法 然后在B站的同时 然后可以有这鼓励计划 这样子很多 之前制作视频的B站的 很多朋友们就说 哇那这样子我的视频 不是可以赚钱了吗 所以一群人突然就讲 我的视频 这样子我的视频 不是不可以赚钱了吗 另外一群人讲 哇我之前做的视频 这样子可以赚钱了 所以你发现 这样子我就想到一个 两个截然不同的态度 就是我想到 视频跟赚钱 是不是有很重要的关系 可以讲算是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关系 因为当你视频 能够赚钱的时候 的确是给你一个的鼓励 跟肯定 因为当你像这里拍摄视频 你不一定会拿 应该很少可能性 你会因为拍摄这个视频 而拿到奥斯卡奖等等这些 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电影世界 但这个视频的乐趣就是 自己里面脑袋 想的一些画面 想讲的故事 想分享的想法 你可以拍摄成视频 分享出去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个人 做制作视频的一个态度 而且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以前你想到一个故事 你想讲的时候 你需要找专业人士 帮你把这个故事拍出来 或者是想拍自己制作的时候 你要再请另外一群人去拍出来 而拍摄当中 跟你想的手法 又有些出入的时候 你自己又会觉得 哇我怎么办 怎么办 这群人请的真不值 或者拍的太夸张的时候 人家又不信 等等都会有这样子 但这个时候是你自己 当你拍好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死了 或者是就变成你的 不是前赚 或者就不是后赚 或者也后赚也可以 就不是在你有生之年 可以去把你的想法 分享出来 所以很多 以前很出名的人 都是在他死了以后 才出名的 那这样子 当我们拍摄视频的时候 当我们分享我们想法的时候 这视频 我们视频 收到钱 的确是给我们的肯定 但是你要靠着这一点点的钱 去买房 买楼 买车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在这边的时候 所以年轻人不要以为 拍视频 你一定能够赚大钱 或者是发达 到现在 我还没有一个认识 任何一个 我身边有一些 拍摄视频的朋友 但是我还没有认识 他们是靠着拍摄视频 赚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钱 他们会赚取一点 可以维持生计 可以做自己喜欢东西的事情 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所以这样子 既然那么辛苦 为什么还要拍摄一些视频 付出的未必是能够用金钱回报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 当你要坚持拍视频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问这几个问题 能够让你坚持拍视频的动力是什么 如果这动力是钱的话 我相信很多朋友 中途就会决定放弃 因为拍摄视频 你拍摄五六年的时候 未必你都能够把你所花的时间 金钱 或者设备的钱 给赚回来 如果只是这样子 网络上的分享的时候 除非是赞助商 一下子就帮你 十年的房租给付了 等等 这些 这是另外的故事 但是这样子 你的视频就缺少了 你自己的组织能力 就在你视频当中 你就不是你讲话 最大声的那一个 所以我就要做 在我视频里面 我要做我自己讲话 这个地方 我说的算的一个态度 所以这就是我做视频的态度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就会很难 而坚持让我拍视频的动力 就不能够是钱 虽然钱会肯定我 但是钱对我来说 也是很有用 也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在视频当中 我就发现视频当中 有一些东西需要 在钱 在钱的前面 考虑 不是在先考虑钱 才考虑做不做 而是先考虑我是怎么做 然后再考虑 我能不能用最少的钱去做 或者是达到 有没有能够保护 维持我这个 那么少的钱的一些回报 所以这样子就不是因为 有先拍不拍视频 先看有没有钱 所以最近特别火的就是 战狼2 如果你们知道 战狼2就知道 当他拍这个战狼2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 他的收益会有那么大 所以这个动机是对的 因为当他拍战狼2 当吴京拍战狼2的时候 他的动机就单单 不是为了赚钱 虽然也不知道 将来会那么赚钱 而他动机就是 我有个故事 我想把它拍出来 我相信 他是这样 因为在看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就是那么简单 我就是要讲我的故事 所以这样子拍摄视频的态度的时候 你需要把你的态度给弄清楚 不要把钱放成你拍摄视频的第一个的动机 因为这样子你的话 你的视频并不会太长久 因为当你发现你的钱并不能够满足到你的需求的时候 你的视频也就随之而停止了 所以这样子好好拍摄视频 无论这些网站 他们的其他的怎么去变 但是你的视频好好专注在你视频的创作 你视频的想法 原创性 这样子当中去发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才是拍摄视频的一些乐趣的所在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拍摄视频 在我拍摄这两百多集 这个可能两百集以后了 我拍摄视频开始慢慢发现 我享受拍摄视频 不是因为我有时间 不是因为我有器材 不是因为这个能赚钱 其实到现在我也没 真的是 有吗 没赚钱了 算没赚钱了 但是这些视频当中 你会发现有个很乐趣的是 你有一些故事 你有些想法 你把它拍出来 用你的style 用你的感觉可以拍出来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就是把一个你脑袋想的东西 所创造出来 就比如说 你脑袋设计了一辆车 然后你动手把它做出来 不管好看 别人欣不欣赏 但是这个就是你的成果 而这辆车 有些人就做成一个模型 但是拍摄视频的时候 就是你所想法 你的视频 你把它做成出来 放在网上 别人欣赏 感谢它 不欣赏 或者吐槽你 就当做去练习 自己淡定的一个态度 所以这样子 当视频的制作当中 跟钱的时候 如果有人欣赏 有人给钱 你不需要太开心 因为也会有人 不给钱的时候 人生不可能 永远在顶峰的 都会经历低潮 当人没有给钱 全部吐槽 你在低潮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也不可能一辈子 哇 如果一辈子 在低风 人都不给钱 一辈子 你又拍摄视频 这个我没试过 如果 这个一辈子拍摄视频 人家又不看 哇 那这个没试过 所以拍摄视频 坚持拍摄视频 是真正视频的 一个态度 一个心态 所以这样子 拍摄视频跟赚钱 你如果要选择的话 视频跟钱 未必能够成为 你拍摄视频的回报 因为你所 视频所讲的 你所分享的 你所要做的 这些的时间 物力 金钱 如果还请其他人的话 花费会更多的 而这些回报当中 你只是把钱 越来越看的 第一位的时候 去考虑的时候 它慢慢的 会取代了 你视频的启发力 跟创造力 跟与众不同 就慢慢失去了 你视频的味道 或者 很简单的例子 当你看现在的 电影的时候 你会发现 电影里面的伤味 就会越来越重 所以就产生了 经典的电影 会越来越少 并不说 赚钱的电影 一定是好电影 但是不赚钱的电影 就一定是不好的电影 所以很多时候 好跟不好 不是由钱去衡量 而是由时间 去给他一个答案 而这个时间 不是你所定的 是你后面的人 或者以后的人 懂得欣赏你的人 就知道 你所拍摄视频 有内容的话 有价值的话 时间就会把那些渣 给沉淀掉 然后让价值显示出来 所以任何视频 当你拍摄 当你分享 当你记录的时候 并不马上会引起 万篇的轰动 网红 很多网红 一时轰起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 之后 却没有太多的影响力 所以很多时候 影响力 并不是一下子出现了 是慢慢慢慢坚持 这种的影响力 才能够是持久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视频 不要太快 但是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拍摄视频的蓝图 我有一步一步 我拍摄视频的计划 我知道视频并不是最完美 最好看 最有意思 最有的东西 但是我在路上 一步一步在实现我的蓝图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在看了YouTube 跟Bilibili这两个网站 开始发布他们 关于视频跟钱的关系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段感想 而录制这个视频 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大家 下次有机会再见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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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